曾被称亚洲第一美男子,对称重义往庆深,近66岁依旧孤身艺人,现在娱乐圈中的美男少女们,都希望自己有超高的颜值,于是她们便想办法微整或整容,让自己变成更好看的模样。 不过,现在这个时代,很少在有90年代,那种香港女明星的纯天然面孔。现在在娱乐圈中,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美男子要是吴燕祖了。 虽然现在的吴燕祖已经结婚有了家庭,可是颜值依然不减,然而能和吴燕祖相媲美,也只有这位号称亚洲第一美男子的尊龙。 尊龙长得非常帅气,尊贵的面容,或是形象,给人一种独具匠心的美丽,感觉多少句美的词语,用在尊龙身上都不畏过。 尊龙虽然有着很大的名气,但是他的人生却是很拨折的,尊龙小的时候是一名孤儿,并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。 他曾经也试图想着寻求家庭的温暖,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,可是他没有做到。 在尊龙十岁的时候,他的亲母让他去学习京剧,也正因为如此,让他身上染上了一丝风干之气。 后来,他凭借自己的才华,考入美国学校进修,因为在京剧方面丰富的经验,他成了《霸王别界》里的主角。 在当时能出演一部这样的影视剧,对于很多影星来说都是求之不得事情,可是尊龙却拒绝了这部影视剧的导演,导演还为尊龙不能出演这部作品,而表示遗憾。 后来就让张国荣演这一角色,张国荣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,短短用了三个月的时间,就将里面的美眼架势掌握得清晰透彻。 而且张国荣也因为出演这部剧,但观众们对他记忆深刻,尊龙演绎过很多出名的作品,不过只得一提的是《末代皇帝》,尊龙不仅人长得帅,在人品性格方面,也非常的令人佩服。 在感情方面,他用情专一,并没有因为自己帅气的仪表而沾花热草。 尊龙和他曾经的大学同学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,后来他在拍摄《末代皇帝》的时候,爱上和他一个居住的陈冲,只是陈冲最终嫁给了别人,或许是因为尊龙对陈冲一往情深的原因。 至今都未找到和自己相依相伴的那个人,爱一个人却没有得到他,虽然有些惋惜,但是还是希望爱的那个人能过得好。 如今66岁的尊龙依然孤身一人,如果没有遇见自己谈心论足的那个人,尊龙愿意一生一人,可见尊龙的感情观,对感情的忠诚度的确让人佩服。 希望尊龙早日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人,有一个更幸福的下半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